在这个繁忙的都市中 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有这样一个关于公交车的传说 传说城市中有一辆专门搭乘亡魂的公交车 在每个深夜里 行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运送着那些死去的亡魂去往未知的地方 曾有人说 自己搭乘亡魂的公交车 还在车上见到了已经死去的熟人 也有人说 看到有同事上了一辆公交车后 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同事 有的人是主动追寻上车的机会 期许遇到想见的人 而有的人则是因为意外搭错了车 一 不存在的末班车 师父 停一下 师父 停一下 加班到深夜的张扬 急匆匆地追着末班 公交车狂奔 或许是师父看到了张扬 或许是有人要下车 公交车稳稳地停在了站台上 气喘吁吁的张扬 如愿赶上了这趟13号线的末班车 一辆本不该出现的公交车 张扬就幸运地成了那个意外 刚一上车 张扬就感到车上的一股凉意 似乎比平时的空调效果好很多 张扬像往常一样 掏出他的公交卡去刷卡 熟悉的低声却没有响起 拿开靠近重新刷 还是没有反应 疑惑的张扬看向公交司机 问道 师父 这个刷卡机坏了吗 不同于往日的蓝色制服 今晚的公交司机身上 穿的是一套老旧的中山装 脸上和手上 散落着褐色的老年般 那干枯的手指 则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手上的青筋凸起 仿佛需要很大的力道 才能掌控这辆公交车 没有理会张扬 司机自顾自地关上门 启动了车辆 师父 这刷卡机坏了 张扬提高了几分声音 司机还是没有回应 师父 刷不了卡 我身上又没有现金 明天上车再补公交费行不行 张扬是叹性地问了问 司机还是没有搭理他 没有管司机的反应 就当师父是答应了 张扬往车厢里面走去 小伙子 这不是你该上的车 早点下车吧 就在张扬往里走的时候 师父突然对他说了莫名其妙的话 搞得张扬一头无水 二 奇怪的乘客 公交车厢里 灵星坐着几位乘客 但是却给张扬一股怪怪的感觉 首先最醒目的是一位黑衣大汉 肥头大耳的 估摸着有个两百来斤 手臂上还有花花绿绿的纹身 一看就很不好惹的样子 一对坐在后排窃窃私语的情侣 一个背着大书包浑身脏兮兮的小学生 不停的书包里面翻找着什么 一个跨着篮子的微笑老太太 还有一个披在着头发 看不清面容的年轻女人 没想到晚上的末班车还挺热闹 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张扬挑了个最后排的空位 坐了下去 看了下手机 结果发现手机打不开 帽子没电了 无聊的他四处看看 窗外的夜色格外的浓重 道路两旁的高楼越来越少 只剩下一辆公交 在昏暗的路灯下前行 看着窗外的张扬陷入了沉思中 啪哒一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直近小学生把书包中的东西 全都倒在了地板上 一边再趴在地上寻找东西 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我作业呢 我作业呢 小崽子 吵死了 给我安静点 找不到就不要找了 黑衣大汗怒道 小学生一听 立马吓得哭了起来 还敢哭 信不信我把你丢下车 小学生看了看周围的人 见没人 帮他哭得更凶了 听不懂话是吧 说着大汉准备起身 看着浑身脏兮兮的小学生的 张扬心有不忍 赶忙起身拉住黑衣大汉 入手处却一片冰凉 大哥 你跟小孩子计较个啥 你不要急 我去哄哄他 马上就会好的 于是张扬往小学生走去 蹲在小学生的边上 一边揉着孩子的头 一边安慰着他 帮小学生收拾好地上的东西后 他也止住了哭泣 还对张扬到了声泄 帮小学生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入手出软绵绵的 仿佛没有骨头一般 顺带把小学生扶上座位 然而不知是张扬的动作太快 还是小学生的动作太慢 小学生的手臂已经到了座椅了 他的身体却还在路上 看着手中的断臂 张扬一下子汗毛倒数 巨大的恐惧感 让他一时间呼吸都有些沉重 这个小学生是鬼 这个车有问题 怪不得司机说上错车了 我该怎么办 手里拿着断臂 心里却波澜起伏的张扬 快速想着该怎么办 就在小学生要转过头来看他的时候 张扬眼疾手快把断臂又装了回去 对此小学生却一无所知 还对着张扬笑了笑 张扬胆战心惊地回了个笑 并把书包还给了他 然后匆忙返回自己的位置 还没等他回到位置 车厢内的语音响了起来 平安小区到了 有下车的乘客 请从后门排队下车 车辆停到了公交站台 小学生磨蹭着起身往后门走去 谢谢你大哥哥 我要下车了 要不要一起去我家玩 张扬摇了摇头 拒绝了小学生的邀请 没有新乘客上车 小学生下车后 车辆重新开动 站台上的小学生 对着张扬的方向挥了挥手 只是那只挥手的手 被抓在了另一只手上 没敢理会小学生的张扬 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几位乘客 之前他碰到黑衣大汗的时候 黑衣大汗的身体没有温度 再加上小学生的情况 他觉得车上有很大的问题 他得赶紧把这些有问题的人分辨出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 只见左前方座位的那对情侣 衣服末端汇聚出一颗颗水滴 不断地往地上滴答 头发上还沾着水草样的植物 惨白惨白的皮肤 仿佛被水浸泡了很久一样 他俩应该是被淹死的吧 张扬心里嘀咕道 情侣后方的那位老太太 看着倒是很正常 黑布下的那个篮子 不知道装着什么 似乎是感受到张扬的目光 老太太转过头来 微笑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篮子上 干枯的手掌 慢慢掀开黑布的一角 一脸笑容地看了看篮子内的东西 偷偷瞄了眼篮子 没什么发现的张扬 把目光转移到那个年轻女人身上 在他转头的时候 篮子里的黑布下方有什么东西扭动了一下 然而这些他却没有看到 年轻女人坐在车厢前段的座位 面朝着公交的侧方 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脸上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佛一尊雕塑一般 只不过是一尊真子一样恐怖雕塑 看着这几个乘客 张扬心里后悔得要死 自己干嘛非要追赶 这辆诡异的公交车 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逼兜 清河水库到了 有下车的乘客 请从后门排队下车 随着一个新站台的到达 张扬猛逼了 这个站点他从来没有听过 城里的公交车 怎么还有到水库的 站台的远方 一片波光凛凛 袭袭凉风从水边吹来 张扬的心却拔凉拔凉的 本来他还准备下站就下车的 结果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都不知道要不要下车了 在他纠结的同时 那对情侣却已经起身开始下车 公交车的前门处 一道道黑影排队上着车 站台上也站着许许多多的黑影 看着站台上站着的大量黑影 张扬时去的放弃了下车的打算 车厢内的空座位被一个个黑影坐满 从前方到中间 再到车厢的最后端 当一个黑影走到张扬边上时 乘着黑影还没坐下 张扬赶紧起身 坐到了老太太座位的旁边 与其靠着这些黑影坐 他宁愿坐在这个 还算正常的老太太边上 当最后一个座位被坐满的时候 也不管那些位上车的黑影 司机直接关门启动了车辆 车轮一圈圈地不停地往前走 道路的两旁越来越黑暗 车厢里的氛围也越来越压抑 满满一车厢的乘客 却没有一丝话语声 唯有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车厢内回响 四 终于等到站 公园 郊区 坟场 荒村 烂尾楼 回收站 一个个诡异的站点接踵而来 时刻准备着下车的张扬 都快绝望了 这些从来没见过的站点 搞得他都不敢下车 并且这些站点都有黑影下车 少的有一两个 多的有三五个 越等越心慌的张扬 无奈下试探性地问了下旁边的老太太 奶奶 这个车上这么古怪 你不害怕吗 我是主动上车的 有什么好怕的 为此我失了好多个晚上 好不容易才遇到两趟 老太太一副微笑地回道 主动上车 这么恐怖的车 我要是早知道 根本不会上的 您为啥要上车呢 你听过灵异公交车的传说吗 我们现在坐的就是那辆车 前几天我的老伴去世了 听说在这辆公交车上 可以看到一死之人的灵魂 所以我就上车试试看 能不能再见到老伴 那您知道要怎么下车吗 每个站都有这些鬼影要下 我都不敢下车 上车前我专门找了知名的大师问了 大师说 这是辆运送亡魂的专车 把游荡在外的亡魂吸引到车上 然后送他们去各自执念的地方 完成执念后 这些灵魂在入轮回中 常见的普通亡魂是无害的 相反他们 还很容易受到伤害 而变得残缺不全 他们没有什么意识 完全凭着执念在行动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那跟他们一起下车没有危险是吗 也不全是 大师说 有一种充满怨念的亡魂 会攻击其他亡魂和活人的 就是我们俗称的鬼 他们会游荡在各处充满负面情绪的地方 有时也会主动靠近公交车 吞噬那些普通亡魂 活人要下车的话 发动自己的执念 车就会将人送到最想去的地方 到站后自己下车 当然跟着其他亡魂下车也可以 但要小心周围的鬼 听您这样一说 我放心多了 我想下最想去的地方 到站了就下车 哦对了 您找到要找的人了吗 还没有 前几天晚上上了一趟车 等到车上只剩我一个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 今天晚上再试一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他 谢谢奶奶 祝您成功 说完张扬闭上的眼睛开始沉思 不停地在脑海中重复着家的念头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想法起了作用 公交车的路线渐渐地正常起来 远处的高楼与灯火清晰了起来 随着一站站的到达 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少 就连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下了车 前面快到我家的区域了 我准备下车了 你要不要一块下车 好啊 我想了这么久车都没有去我想的地方 还是跟你下车算了 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 车内的语音再次响起长风家园到了 有下车的乘客 请从后门排队下车 小伙子到站了 下车 老太太一边下车 一边对张扬说 好嘞 张扬兴奋地打倒 小心翼翼避开那些黑影的身体 张扬跟着老太太下了车 下车时还回头看了一眼剩下的乘客 只见那些黑影安安静静地坐着 脸上一片模糊 看不清面容 有的肢体还有些残缺 果然如老人说的一样 倒是那个黑衣大汉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站台方向 整个人好像叙事待发的猛虎一样 终于脚踏地面的张扬 安心地输了口气 这一晚的经历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现在想的是 赶快回家修几个月压压经 上班什么的都见鬼去吧 小伙子 我家就在这个小区里 没几步路 许我那里喝杯水压压经再回去吧 老太太的话刚说完 本来面带微笑的脸上 突然严肃起来 盯着张扬的后方看去 张扬的背后 朝着公交车头的方向 好奇地张扬转身望去 只见一个红色的身影 出现在马路的尽头 不断地朝公交站台走来 说是走来 更像是瞬移 一眨眼的功夫 本来还在很远位置的红色身影 已经到了车头位置 五 你说我死了 还没等张扬反应过来 下个瞬间 红色身影已经来到两人的跟前 外表上看着是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美丽女人 但是她的脸上却是一副扭曲恶毒的表情 只是被对方看了一眼 张扬感到浑身冰凉 仿佛坠入极寒的深渊中一样 全身冻结 无尽的恐惧在脑海中上演 一幕幕的死亡场景 纷支她来 我怕不是要被一眼看死了吧 这就是鬼吗 没有管旁边弱小的张扬 红衣女鬼的目标是那个微笑老太太 老太太为了应对红衣女鬼 掀开了篮子里的黑布 里面露出的赫然是一个浑身漆黑的鬼鹰 看到这个漆黑鬼鹰 红衣女鬼直接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嚎 满脸猙獰地向老人扑去 鬼鹰也直接冲向女鬼 不知鬼鹰用了什么手法 复制出立志志一模一样的新鬼鹰出来 转瞬间便已爬满女鬼全身 用她们的尖牙与利爪 疯狂地啃食着女鬼 而女鬼虽然全身挂满了鬼鹰 但是其满身黑雾缭绕 整个身体浮在了半空 那些鬼鹰一时间也伤不到她 反而被她打飞不少 就这样双方陷入僵持之中 一旁的张阳早已被奸嚎声阵醒 整个人被震得七昏八速 还没等她清醒过来 就感觉有一只大手抓了过来 整个人又脱离了地面 砰的一声 张阳摔倒了公交车的地板上 顾不上强烈的疼痛 她赶忙起身查看状况 师父快开车呀 身边传来黑衣大汗的喊声 原来是这个家伙把她拉了上来 公交车飞速地开动了起来 远离着大战的双方 老太太看着到手的张阳又飞走了 气得脸都黑了 指挥着鬼鹰疯狂地攻击着女鬼 女鬼被扰得不胜其反 一股庞大的黑雾从全身喷涌而出 把身上的鬼鹰全部震飞 立马往老太太冲去 满头的黑发如尖刀般刺响老人 似要把老人扎成个筛子 老人不慌不忙地取出黑布 展开在身前 打开的黑布 有着人都躯体与四肢 赫然是一张人皮做的 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看不懂的字符 女鬼的攻击 被人皮阻挡近战不得 转眼间又被鬼鹰缠上 双方陷入新一轮的争斗中 而老人则狠狠地看向公交车 别看了 别看了 都快死了 还不赶紧想想要下车的地方 大汉不耐烦地道 公交车渐行渐远 张阳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今天晚上经历的这一切 完全打破了他的世界观 感觉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人也被吓麻了 好在人是逃出来了 我们不是逃出来了吗 张阳好奇道 我是暂时逃出来了 可是你快真死了 开什么玩笑 你说我死了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 你的身体是还没凉透 但是累 你的灵魂再不回去 就真的要凉透了 这辆公交车是给灵魂搭乘的 有的将死未死的人 灵魂跑出来的时候 刚好被吸引上车 等到在下车的时候 就真的死翘翘了 我就在办公室加个班 家累了就趴着咪了回 然后我就死了 一脸不可置信的张扬 难难自语道 喂 你还死透 抓紧时间灵魂回去 说不定还能火 快点想想自己死在哪了 让公交车把你送过去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像那个老太太一样 要把我吃掉吧 我又不是鬼 拿什么吃掉你 跟你一样 我也是个王魂而已 说起来也挺倒霉的 我是睡觉睡死的 应该是睡觉前跟兄弟们喝酒喝多了 想想我那如花似玉的妻子 就一阵后悔 我他妈的也是在车上待了好久 才发现自己已经死了的 大哥 大哥 不要生气 回头我给你多少点纸 多交点酒给你 你把地址给我下 快滚吧你 别来烦我 六 活着真好 在张扬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公交车的方向 朝着他熟悉的地方开去 看到那熟悉的办公楼 张扬心潮澎湃起来 师父 我要下车 前面站台停车 大哥 我要下车了 那个晾着的办公室 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大哥尽管吩咐 你确定可以帮我做到 当然 只要我能做到的 肯定办到 你过来靠近点 我有个秘密的事 还真需要人帮忙办下 张扬赶忙靠了过去 公交车稳稳地停在了站台上 熟悉的提示音响起 一道黑色的身影 从车上走了下来 黑色身影快速地冲向了 那个亮着灯的办公室 看着趴着桌子上的男子 欣慰地笑了起来 不枉自己一番心血 啊 活着的感觉真好 男子一边站起身 一边活动着身体感叹道 而那辆公交车 则继续行驶在夜色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